呦 这边有人在街拍 呦 知名UP主 马里奥 呦 这鞋子跟这辆兰博基尼一样配色 刚刚那个谁把我车 哎呦 what up 这里是沙拉包 沙拉包 前一阵子我疯狂更新了三期服装推荐的视频 那也有些细心的小伙伴发现 沙拉包多了很多新鞋子 的确前阵子我是入手了不少新鞋子 但是我不是要去做什么球鞋UP主 只是因为我需要更多的鞋子 来丰富我的穿搭 而且我选择鞋子的原则 可能跟很多的朋友都不太一样 对于我来说首先是一双鞋子的穿搭性 其次才是它的一个舒适性 以及穿着感受 当然这两者肯定也是相辅相成的 不是说某一方面特别极端 就特别好看 但穿着特别不舒服 那那种鞋子我也不太喜欢 但是同时又好看又好穿的鞋子 就是往往很容易发生撞鞋的情况 我相信大家应该也知道 撞鞋不可怕 谁丑谁尴尬吧 所以这期视频要给大家分享的就是 经过我实际穿着跟搭配之后 得出的好看好穿又小众的鞋款 喜欢的话不要忘记 点赞投币转发收藏三连一波 首先第一双就是我近期最爱的鞋款 就是这双New Balance的801 其实这双鞋在B站来说已经不算小众了 因为蛮多UP主都推荐过 比如说我最爱的B站双马 马丁以及马里奥 我自己也是看了他们俩的视频之后 被种草才买的这双鞋 那对于这双鞋 不知道大家看到它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可以在弹幕里面告诉我 321 虽然我没有看到弹幕 但是根据我的经验 弹幕里面应该有很多人说这双鞋丑的 其实我也是非常可以理解 就是大家说这双鞋丑的 毕竟这双鞋的一个造型 它不是符合大众主流审美的一双鞋 我自己对于这双鞋的第一反应也是 丑帅 就先丑再帅 反正就丑帅丑帅的 它是一双拿在手里看起来比较丑 但是实际穿在脚上之后 脚抬不起来 又比较帅的一双鞋 不信 你看 在实际穿搭后 这双鞋真的是非常好搭配的一双鞋 首先因为它本身就是一双登山鞋嘛 所以它是非常适合现在最流行的 urban outdoor以及这种比较山系风格的一个穿搭的 而且它不仅仅是登山鞋这么简单 它甚至是世界上第一双真正意义上的登山鞋 在complex评出的25双最佳灌篮封面球鞋中 它排名第三有马布里马老师穿着 经典程度可见一般 其次这双鞋也非常适合复古的穿搭 就是它跟圆牛非常搭 一般的像这种登山鞋或者运动鞋的话 跟圆牛搭就比较有违和感 因为圆牛可能更适合帆布鞋或者这个靴子 我上次就穿这个鞋子去了杭州的一个营严的复古集市 然后也有蛮多的大哥都盯着我脚上这双鞋子看的 足以证明这双鞋子还是能引起一些复古大佬们的关注的 但这双鞋之所以搭配性如此强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它的配色 而不是它的造型 不幸的话可以看一下对比 在我右手边这是一双纯白色的801 相较这个OG配色的801 我觉得这双纯白色的就是真的非常非常普通 我认为801配色的精髓就在于前面这一块跟后面这一块用了黑色 那可以看这一款大地配色的 它同样也在前面跟后面用了黑色 我就觉得非常好看 除此之外 就是它用到了很多的黄色做点缀 比如说鞋子上的黄色刺绣 鞋带的黄色胶织 然后侧边N标旁边的黄色边框 以及背后的这个黄色刺绣 以及最重要的就是鞋侧边的这个黄色一条一条的 都让这个OG配色在很大程度上区别于这双素色的 好看多了 在穿着上这个碎石形状的absorb大底 脚感非常舒服 软弹软弹的 而且它这个大后跟不仅能增高 在我们走一些下坡路的时候 你能感到明显有那个阻力 不然一般的鞋子的话会感觉有人推着你下去一样 就毕竟它还是一双登山鞋嘛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 它这个前面这个部分有点小 有点压脚趾顶脚趾 所以这双鞋的尺码是整体偏小的 我是建议大家买大一个嘛 不过我唯独对这双鞋感到不太满意的 就是它的价格 倒不是说它太贵了 我是觉得它卖的太便宜了 我到手的一个价格是457块 我看到双11的时候打折 甚至只要399块 就真的很便宜 这么说倒不是因为我有钱 而是因为我真的太喜欢这双鞋子了 我希望它的定价再高一点 然后它在整体用料上面也能再好一点 然后也能再小众一点 我真的不喜欢撞鞋呀 第二双我要介绍的是一双长得一点都不像登山鞋的登山鞋 King Jasper Rocks 相比较我刚刚介绍的New Balance King 真的是非常小众的一个品牌了 如果大家对这个品牌还不太了解的话 可以看我这一期视频 但其实King只是在国内小众而已 在日本它早就是一个已经火爆了潮流圈以及户外圈的品牌 而这个品牌大家最常着用的款式 除了我之前介绍的King Unique 就是这双Jasper 但其实我手里这双Jasper Rocks 是一双Jasper的改良鞋款 Jasper的话它是整个鞋面 它都是由一整块单色的面料组成 而Jasper Rocks则是改成了不同形状 然后不同材质不同颜色的拼接面料 相比较Jasper的硬盒 它会更加适合日常穿搭 材质方面的话 鞋面的黑色绿色 包括这个黄色 用的都是绒面的一个皮革 脚踝处的话用的是绿色的网眼之物 然后在鞋头这一块 以及鞋后跟这一块用的都是比较硬的合成格 来保证这个鞋子的牢固性 那我不是被Jasper的什么牢固温暖登山属性所吸引 它吸引我的还是因为它的配色 它的配色非常大胆 主体是一个浅黄色 然后搭配了黑色跟绿色 在鞋带 鞋垫以及脚后跟 都是用了紫色做点缀 值得一提的这个鞋带 还是King常用的这样一个调节扣式的鞋带 就穿脱非常方便 整体来说这款Jasper Rocks 它的配色是非常和谐的 而且除了这款 还有很多其他好看的其他配色 但是虽然这双鞋看上去花花绿绿的 在实际搭配上它却非常好搭 你可以在上衣搭配有这个黄色或者绿色的 上衣做一个点缀 也可以上面穿一身比较素的衣服 用这个鞋子做你一个穿搭亮点 不过在脚感上的话 这双鞋我个人觉得只能说是一般吧 它不会给你有任何软弹的感觉 就只是给你一种牢固踏实的感觉 但是它穿起来也没有说任何的不舒服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因为它前面这个材质 是King招牌的保护脚趾头的一个材质 所以它是非常硬的 会有点顶脚趾头 所以这双鞋同样也是马术偏小的一个鞋子 这双鞋你同样也要买大一嘛 最后当然还是要说一下价格 这双鞋我到手的一个价格是750块 我看到现在网上有更便宜的 但是也要接近700块的价格了 的确是不算便宜的一双鞋 我觉得这个要看大家到底自己觉得喜不喜欢吧 但是因为它的价格比较高 它肯定是比较小众的一个鞋子 这一个大箱子我相信大家应该不陌生了 它就是VANS跟四个国潮的一个联名 因为我已经看到很多UP都已经详细的介绍过这四双鞋 所以在这次视频里面我就不会做详细介绍了 但是我会从我的角度谈一谈我对这四双鞋的一个看法 首先第一点鞋盒做的非常用心 每一双鞋子的鞋盒它都是契合这一次 他们做鞋子的一个主题做的一个定制鞋盒 但是好像这个鞋盒只有在优厚买才是有这个特殊鞋盒的 从其他渠道买的好像都只是普通的VANS鞋盒 其次对于这四双鞋我在看到图片的时候 我是认为Attempt这双是最好看的 实际上的话Attempt这双我个人也是认为最适合穿搭的一双 但是在拿到实物之后Random Event这双全黄色的全黄 这双的主题最好鞋面的黄色是代表了小时候玩的那种游戏卡带 然后它的一个鞋垫透过鞋底都是我们小时候玩的那个卡带里面的那个芯片 绿色的那个芯片包括鞋头的文字也是用了像素风 所以这双鞋的话我个人认为是最适合收藏的一双鞋 而这双Roring Wild它竟然有了溢价空间 据说是因为吴亦凡上脚的这双鞋 我不知道是真的假的有知道观众可以告诉我一下 而在四个品牌里面我最喜欢的MYZ它采用了一个武侠主题 最后因为它出来的这个印花比较花哨 我个人觉得它在搭配上是有一定局限性的 但是无论大家觉得这四双鞋做的是好还是不好 作为一个从2012年开始关注并且购买国潮的人来说 我是非常开心能看到我们国小品牌也能跟像VANS这样子的品牌合作 这是第一步虽然已经比国外的品牌卖了三步 但是我真心希望我们中国的原创品牌可以越做越好 就希望有一天我们不会觉得说非要买日本的买美国的品牌才是有牌面 就是买我们国内原创的品牌也是有牌面的 我希望这一天可以尽快的到来吧 那在视频的最后我非常抱歉的要给大家拔草一双鞋 就是这双New Balance的X-Racer 这双鞋我没有出过视频介绍 但是我之前发过图片也上身搭配过 可能有些朋友看到了我的搭配去买了这双鞋 但是在经过我两个多月的圈着之后 我觉得这双鞋是不值得入的一双鞋 首先先说一下我购买它的原因吧 我之所以买它完全是因为被它的配色所吸引了 我觉得这个红色蓝色然后做旧的黄色鞋里配这个黑色非常好看 而且它的后跟又长得像那个AJ3的后跟 非常的吸引我 但是买了之后我发现每次我搭配好一身造型 只要换上这双鞋整身垮掉 最后的话我总结出了我不喜欢它的四个点 第一点鞋面太白了 这个白就会跟鞋底这种做旧的黄色 有很大的违和感 第二鞋型太扁了 这个扁的鞋型从侧面看好像有点流线型的样子 还蛮好看的 但是从上面以及从正面看的话 都是我觉得奇丑无比吧 而我们自己本人看到这双鞋的角度 最多的也就是从上面以及正面看 所以我不太能接受 第三我不喜欢它的脚感 虽然中底科技同样是absorb 但是相比较这个801的absorb 它的脚感我第一次穿上脚 我感觉哎呦还挺软还挺舒服 但是穿久了之后就会觉得这个脚感非常的松散 非常的松弛 就没有给人那种支撑的感觉 至于第四点的话 就是它的实物质感非常一般 尤其还是这个漂白的这个网面 就看着真的有点廉价的样子 所以综上所述 这双鞋在我穿了没几次之后 最终被我打入了冷宫 我就再也没有穿过这双鞋子了 不知道在看视频的朋友 有没有人也买了这双鞋子 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跟我有一样的感受 而且我买它的价格是503块钱 比这双801还贵 所以我觉得它是不太值得的 OK 那么以上差不多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不知道刚刚推进的鞋子有没有大家喜欢的 可以在弹幕里面告诉我 如果你们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麻烦帮我点赞 投币 转发 收藏 三连一波 我是沙拉包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